各位蜜迷朋友好, 欢迎又来到雷文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12月5日沙田泥草混合赛事的马场花生 各位未订阅雷文频道可以免费订阅雷文YouTube频道 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去支持这个讲真心话的赛马台 这群频道需要大家鼎力支持才能继续营运下去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这群频道 这群每一次的赛事都会提供4条深水片 包括有4条公开的浴城系列, 另外有4条浴城全场分析 对上的赛日, 一只马发营起就退出 另外那三只都不弱而同, 也是跑第四 不过会员版的全场分析都能够中2条四重彩感 另外在雷文事前Live提供2只烂门 有一只时时好彩就退出了 另外那只四条烟都能够顺利赢马 雷文选择的时候有9倍 另外前一次那两只 好像有一只跑得一般的激赏 另外大众胜利也有10倍 希望继续有些运气帮大家手 说回12月5日, 大赛前一个星期 什么大赛前呢? 大赛前当然是国际赛 那些好马通常都去到国际赛的 时候才出来威威的 搞到这两次的赛事都好像平淡一些 但是有马场上呢 好像有金枪60马王呢 究竟可不可以继续交到好成绩呢? 另外呢, 比较相感的呢 就看到我们南非骑斯, 史卓锋 说跑了5日 因为他之前不知道是山峰烂 还是什么, 脱皮脱骨 总之呢, 跑完5日 即是, 来近这个星期日 跑完之后呢 就会马上留夜 不是隔一日 是留夜, 收拾包袱回澳洲 他说呢, 原来本来18日 才想着走的 不过现在呢, 就不是啦 提早一点啦 不要18日啦 5日就走了 那啊, 其实呢 去到星期日的赛事呢 我们的史卓锋哥哥呢 其实只有一匹坐骑 可以体现到我们香港的马圈呢 是多么有人情味啦 是不是呀? 好像巴道上季被人罚停赛之后呢 好像没有什么马骑的嘛 波仔也是啦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那这些人自己估计啦 匹匹马都有投注价值的嘛 是吧? 那下了些都命运不知 有时会点骑的人的手上的 那当然是避一避啦 那些马主啊, 各样东西是吧 好像巴道被人停机完口盒的时候 好像只有一两匹坐骑 波仔也是啦 那现在史卓锋呢 就说骑上今天就走的啦 那连个阵上点发挥都 就是想说一句粗口都没得说的啦 那但是说到史卓锋呢 就好像有些 怎样说呢 人情懒乱的时候呢 那又说一些振奋的消息啦 那原来呂建威呢 就12号的时候 再派那只上场呢 都赢得很老定那只金枪 那在涉恩之前就说 波仔的那只勾锋呢 那只勾锋呢 那你那只金枪 如果当时起不了作用呢 那是怎样起不了作用呢 他说如果你那只金枪呢 勾锋一失手的话呢 那只勾锋呢 就走来扭金枪六十的啦 不过呂建威刚刚呢 就受到传媒朋友的波仔 畅竟是香港代表的 支持着个鸡头果匹来的啦 那会跑一级赛千六米香港一里錦彪 就是我们香港马王 吕建威在金枪60晨操的时候 拿着望远镜就看得很紧紧 其实也有在售传媒朋友的波麦 他就说其实金枪60跑完上次马会一里锦标 跑完回来还好身体又好了 人又聪明了 看看金枪60在国际赛又交到什么成绩 至于讲到 早前姚本辉那只翡翠剧院 雷汶走了去和大家 去维基百科那里 解释这个药物叫做奥美拉错 奥美拉错 雷汶就是维基百科 原来是和这些什么畏溃羊有关的 现在那只翡翠剧院上次是跑了个亚军 但是小组现在接受了法国赛马化验所的确认 就是把样本传到法国 现在就证实了 这个尿液月亮本是含有这个奥美拉错的 那姚本辉就被人告知 你的翡翠剧院那些尿里面 就是摆柳的结果 是含有奥美拉错的 那说回星期日的战马 那有些什么骑士拼麦 说一下他们心目中的那些战马的机会 其实都有的 巴道因为刚刚停赛复出 再加上巴道好像说是生日 那不如听一下巴道呢 就怎样说他现在星期日 复出那些战马的机会 那巴道受到传媒朋友的 波麦好像说生日 那你问 没钱买蛋糕 不好意思 那巴道就说 其实呢 我停赛期间呢 我每天都有到场操马的 绝对是没有偷懒的 那因为呢 要操身体呢 就要为了国际赛的时候 和国际骑士赛做好的准备的嘛 那巴道呢 对星期日呢 5号那天呢 有些什么战马 那些机会怎么样 巴道是怎么看的呢 那巴道呢 就说容天鹏那只脾巨之星 那和那只美丽满满呢 就是觉得这两匹马呢 是最有争胜的机会的哈 那巴道呢 就十场赛事呢 就九场都有马骑的哦 那跑头场 四班泥地千八 这一只脾巨之星呢 那上次在杨明伦的屁股底下呢 初戴眼罩啦 就已经在1650就杀过入Q啦 那其实呢 上季这一只脾巨之星呢 就在中距离的情况呢 都拿到不少成绩的哦 那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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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上升迫买了 那那麽用的They 什麽呢 好 那麽呢 那麽呢 Lev эти千八 和泥地的性能都是適應得到 再看上一場追上跑第2個走勢 他覺得疲倦之聲 容天鵬已經將他回勇 這次跑近適合的泥地1800米 再加上 你們自己看看 我揹一百而已 再加上 同場的對手 有路程根據的馬右不多 大家都看看 這場四班1800米 其實出馬就出十匹 真的 你說泥地有根有據 同情的 真的沒有多少 好像華卓晴 扎聲江輝 麒麟才子 信心寶 吸手就不知道 賽職上 暫時沒有根據 只要臨場 容天鵬 這隻疲倦之聲 跑出他的水準 他覺得 這隻疲倦之聲在頭場 是可以爭勝的 說到羅庫泉 那一隻叫做美麗滿滿的馬 羅庫泉馬房的美麗滿滿 今晚會跑尾場 阿巴陀波麥一頭一味 跑三班千四米 其實這隻美麗滿滿 在香港只不過跑四次 第一次 潘頓殺入Q 那天我還記得輸給那隻 叫陸頂記 第二次 扔到外府 近外 班德麗 回來輸兩個馬位 今季一復出 在谷草 看他試襲的時候 他沒有用過CP1 在彎上退 突然那天上陣的時候 加過CP1 就在彎上追上來 上次 在巴道的屁股底下 初跑千四 第三段的步速都相當快 他回來就頂不住 什麼馬列文 頂不住 洛滿冠 風火戰區 聰明導彈 威之星這些馬 都能夠快步速之下 就輸兩個馬位 跑第四 那不如聽聽 巴道怎麼說羅富泉 這隻美麗滿滿 兩個多馬位輸了 比樂滿滿都得到第五 現在少休一個月 今天再當著千四米來出賽 巴道就對傳媒朋友說 他說美麗滿滿上次的走勢 已經不錯了 在直路組短 其實已經有些 摺了出來 看上去都能爭 他說不過 去到林拉屎過100 真是頂不住 那些風火戰區 那些什麼 樂滿冠 後面的威之星 聰明導彈 這些匹匹都有點後勁 在快步速之下 他說頂不住 後面那些 衝刺 樂滿冠再出都可以 風火戰區 再出都贏了 他說以這一隻 初跑千四的美麗滿滿 沒有千四經驗 第一劑跑千四 他覺得表現已經不差了 他希望羅庫全馬房 這隻美麗滿滿 在千四米的屠程 吸收了一次的經驗之後 今次再謀著 千四米出擊 希望可以 比之前 會有更加進步的 表現 他說若果早段的步速正常 可能說上次 真的走得快了 第三段 他說只要步速正常 會對美麗滿滿 爭取勝利的機會 是會提升的 至於 和雷文一起中了兩次的 蕎聖寶區 巴道也有 拼咪 這隻 呂建威馬房的 蕎聖寶區 這兩劑都是贏 泥地 1650 還要由 馬雅贏 這隻 呂建威的馬 今次 縮離跑千二 巴道怎麼說呢 怎麼說 他縮離千二 他說 這隻 蕎聖寶區 今次 縮離千二 但是你另一個條件看 他說今次 只不過 113磅 蕎聖寶區 他說近期 蕎聖寶區 神粗 他覺得 都是走得好的 這隻 蕎聖寶區 會跑七場 二班千二 不過這一場 七場 二班千二 泥地好手 認真不少 巴道就說 神粗 其實蕎聖寶區 灰馬 都是勇的 希望 可以再次殺入戰圈 爭取他今季的第3場勝利頭馬 巴道說 巴道說 疲巨之聲 對手無多 他的意思是 有根有據的馬 沒有多少隻 他說如果跑出 水準 疲巨之聲 可以在這裏爭勝 美麗滿滿 上次只不過第1次跑千四 又扯快了 他說今次吸收過千四一次經驗 如果步促正常的話 是有增勝機會的 蕎聖寶區 神粗夠勇 縮下來千二 亦都有希望可以升任到 千二米這個路程 希望可以爭取 今季的第3場 逃馬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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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